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城里有丁家 乡下有西河阳的美誉 同时它也是远近闻名的焦东民俗文化村 赤血液凉 光剑的王 鸿莱仲存好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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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瓦 人家的说话就叫哈瓦方 一般的枪坯都是第一座为菊怪石 我们党地就叫菊怪石 外皮 良性皮 里头是消极了 厚度都在一池坝一上到二池 这东南下凉 我们在二伯多的哈瓦方 从建筑上是很有考究的 从这个排列学习上 应该说是整齐游序 符合党私协会时代的要求 与这个奉剑离纪 我好像过重要时代的我 我们是要江湖的 还有人还没努力 ך岸 转了 谢谢 我们 中年年开始 十个词就由 一上之父 一德求法 教育散行这种理念 词的这些上号 先行万 吉原 通德殿 长压了奴工赏 结合 教育散行发展的这些理念 通德殿主要是发展于 汪达城那个年代 它主要经营无极省义 在乘道 在长店的纠层 都有它的这个生意 体现了当时通德殿 东京英会管理的一个过程 西河阳村自古商业繁荣 村内至今存有 当年的一条商业古街 当地人称之为龙街 它穿村而过 是古时从黄县 到渤海的交通要道 古街两旁 哈瓦方林立 至今龙街仍是 西河阳村的主道之一 历史赋予了龙街的繁荣 使得西河阳村至今保留着 当年流传下来的民俗手艺 鲜艳亮丽的大波波 加上喜庆的窗花 象征着村民生活 蒸蒸日上 在西河阳村西 还保存着一段夯住于清咸丰十一年的古维子墙 清朝末年 活跃于郊东地区的碾军 抵达黄县 他们时常进村抢劫 为了抵抗碾军 西河阳村的张 王 马 三大姓氏组长 牵头操办 夯住维子墙事宜 和全村之力 筹银三千余两 用工六千余个 最终在村子周围 建起了三公里长的维子墙 这对一般村子来说 是很难做到的 维子墙的建训 一个是提起来 当时西河村的物质丰富 一个是村民的探结 一个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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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